早餐 怎麼進一槍 哦 今天最滿意的地方 晚上好 慘了我覺得我今天 嗓子不行了 今天音樂我覺得有點大聲 可能是因為我選 今天的歌單是我自己選的 今天的歌單有點不得勁 就是太柔了 晚上好晚上好 業務能力有提高 只要是今天老師給的腳本 很完整 很好 對可是 今天最滿意的就是好看 比想像中的要好看 可能 果然就應該喝咖啡 以後我要出現在世人面前我就會喝咖啡 好吧 我是難受的 我等等再跟大家說 但也有開心的 因為大家一直在陪我 然後一直在給我刷評論 對聲音都啞了 因為真的有點大聲 我也感覺得到你們聽不到我的聲音 是我的問題 我今天選的歌就是太 太穩定了 下次還是選一點 下次我要選 維密的歌單 因為我今天想的就是 看電視劇的時候吃的 然後就是比較那個一點 嗯 嗯 所以今天麵包到底有沒有賣完 無線循環 嗯 這個是商家那邊的 看的什麼電視劇 沒有啊 今天放的都是以前的那種 很經典的 台式偶像劇 培訓直播是什麼 今天我今天在浪彩培訓直播 什麼我們保持期是12天啊 不是8天啊 謝謝秋天奶茶 那個麵包 那個麵包 就是 我不想再講貨評 謝謝玫瑰花 謝謝秋天奶茶 謝謝玫瑰花 我今天特地配的髮帳 對現做 只是福利他沒有有沒有那麼多 就是會恢復原價 晚上好 對呀 我現在怎麼回去嘛 下部都已經11點了 晚安 歌單好聽啊 歌單好聽啊 今天歌單不夠嗨 晚安 早點睡 那你不聽我講啦 好吧 好吧 你今天也在直播間陪了 我很久了 你下巴 對要嗨 歌單要嗨 寫的是12天 謝謝秋天的奶茶 嗯 不柔了吧 有一些比較柔吧 謝謝玫瑰花 嗯 是啊 不開心 就今天很不得勁 紅紅的 就希望以後都紅紅活活的 這是我非常需要的顏色 我沒哭啊 我沒哭啊 晚上好 你們真的覺得好嗎 所以我才覺得你們 是不是在騙我 晚上好 對呀 然後 我等等跟你們說吧 先讓我看看你們前面說了什麼 有沒有錯過 哎 彈幕已經刷完了 你們這裡的彈幕怎麼刷那麼多呢 我的水呢 我想喝水 你們自己需要才買 不需要就不要買 來 螺絲粉 謝謝 晚上好 比以前熟練很多 最近就沒有自信 我再提個眼藥水 我再說 我一定會說的 我一定會說的 但是 但是 但是我要想一下怎麼說 不能讓大家誤會了 對我們這邊的宿舍 雞胸又要是熟食就好 哎呀你們提醒我了 忘了買牛排了 下次我自己再買 要開心 晚上好 買了兩箱麵包 對吧 非常的便宜划算 那個麵包是真的好吃 但是 老師過來提醒我 要少吃 嗯 先廣告報 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回復 你應該去溫斯大夫 我要開睡覺 因為害怕到眼睛 十元不是兩箱 然後是十元一箱 四元八寶 想想要從哪講起 什麼直播方面開的舊夢 那麼便宜的事情不說 下高鐵開始 下高鐵也算是運 不忘 剩你不忘我才對 今天啊 特地為了這個直播貼夾睫毛的 今天確實是好看的對吧 今天有開心的事情的 今天 最開心的事情是 大家很配合我 我 跟大家說什麼 大家都積極的發了評論 所以我今天最大的開心 是大家給的 嗯 嗯 晚安 好夢 所以很謝謝大家 所以真的很謝謝大家 都是昨天晚上特意想的衣服 嗯 所以謝謝大家 以後也要麻煩大家 努力開了兩個好商店 嗯 九毛錢沒買到 是九塊九 嗯 口紅補妝教學 對腰運看 然後 錯過 懲罰你下次一定要來 然後 還有開心的事情是 今天很好看 今天直播先 比上次好看太多了 也可以說是我用手機直播以來 最好看的一次 我覺得 不知道你們那邊看效果怎麼樣 我自己那個自拍直播裡面看 還挺好看的 而且今天還是沒有做妝髮的情況下 對這個頭髮是我自己拉的 嗯 對吧 紅色好看 搭著室友一起下班 真的很優惠很實惠 嗯 然後 然後 嗯 是吧 真的好看 今天是貼了假假毛的 還帶了美瞳 嗯 然後 還有開心的事情 就是 謝謝球天的男長 濾鏡有點削臉 對呀 我希望就是什麼都不開 然後 像口袋這樣我覺得也很好 多用紅色的東西 本命一年需要用紅色的 眼妝好像有點重 可是眼妝重了 都用打下來才會好看 很重 然後 還有開心的事情 還有 一下忘了 還有開心的事情 哦 今天 本來要睡過站的 然後 我自己突然驚醒了 超過了 對 已經到站超過兩分鐘了 我才醒 然後急忙下去 嗯 就是三件特別開心的事情 覺得蠻 很幸運 很幸運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 因為這幾天沒有休息好 眼袋特別的大 有點重 有點做不做 然後 這樣要好看了 謝謝秋天的奶茶 然後 有一點不太對勁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表現不好啊 你們覺得表現好嗎 流暢是因為 對 事情是這樣的 在開播前呢 老師跟我們說 就是我們這邊培訓的老師 跟我們準備了 稿子 就是 就準備了 就是很準確的 就基本上他們每個話術 他都打下來給我們了 然後基本上 還有流程啊 節奏什麼的 在開播前 他就跟我說 對我覺得很好 就是 真的有達到培訓的目的哦 就是如果多直播幾次的話 估計我就是非常專業的直播 因為我須有不開心的事情 我是跟你們講 是有開心的事情的 但是 有不開心的事情 晚上好謝謝秋天的奶茶 因為我 今天老師說 我現在不是在講嗎 因為今天開播前老師說 因為他們要培訓我們 所以他們 要舉牌 就是他們在 直播鏡頭方面舉牌 他們舉 就是他們舉什麼到哪個環節了 我就去講什麼 但是 真的好嗎 但是今天 那個斯大夫也是第一次舉牌 他就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又是一個 其實我是一個很死大 很固執的人 就是 說好聽點是聽話 聽話 就是你跟我說什麼 那我就是什麼 對 你跟我說什麼 就是什麼 所以老師跟我說 要跟著他的節奏來 就是如果他舉牌子的話 那我就 他舉牌子的話 他舉什麼我就講什麼 他要我換下一個我就講下一個 那要說明講的時間不夠 你就多講一點 你就多講一點 然後今天 我覺得有一點節奏不對了 就遲遲不換下一個 遲遲 就是有一些 本來是按順序 就是 12345678910張吧 然後有幾張好像都找不到了 那個斯大夫也沒有舉 我覺得中間有幾個 都沒有舉到了 然後可能我旁邊的助理小姐姐 也發現了吧 就有去提醒那個斯大夫 就是該換牌子了 或者是說下一個什麼什麼之類的 最 我知道啊 但是我心裡面就是很不對勁 我本來也以為今天可以吃一些 也不是說以為可以吃 其實不吃也是好的 這樣也可以減肥 這是直播的 嗯 但是今天斯大夫複盤的時候 他只跟我說 他只提醒了一下 我覺得他有點不太敢跟我提意見 或是溝通什麼 我也有一點不太敢提意見溝通 我很怕他們對我有意見 呵呵 就是 就是你們懂這種感覺嗎 我感覺今天 因為我上上一週不是要回來公演嗎 就沒有跟大家一起培訓 感覺跟大家都不是很熟 然後老師 培訓的老師啊 斯大夫啊 感覺也不是對我太熟悉 也不是太認識我 等於今天他在講東西的時候 也不太敢看我 都是看著其他人 我說 我也有一點不太感悟 我本來也是一個 過幾天熟了就好了 明天就要回去了 對 他是小心翼翼的 他講的也是 嗯 我明天跟阿库馬說一下 就是讓他準備一些 就是抖音上大家聽的歌 然後說音樂下次 就是他跟 他跟那個哥哥說 就是跟那個放音樂的stuff說 那個 嗯 那個音樂我們下次還是準備一點 就是 嗯 再節奏再快一點的音樂 就是他都沒有直接 很明說 就是關於我的問題 就是都客客氣氣的 然後今天 對 然後他們 然後他們今天我播完之後 他們對貨品有一些調整 然後對 我覺得唱歌的時間點也很不對 感覺都太平凡 而且今天他們會來調整了一下 就是直播的順序 就是好像是先介紹 先介紹單品 然後再介紹 嗯 再介紹爆款 就是那個小龍蝦 然後再介紹紫米麵包 然後再介紹紫米麵包和 嗯 紫米麵包和 紫米麵包和那個小龍蝦 小龍蝦的爆款的時候 就再唱歌 就是給大家說 唱完這首歌 我們鏈接就要關咯 這種 因為今天一直不是都說是庫存沒有 其實那樣的效果會更好 就是 給我一種感覺就是 因為我不是只有一場直播嗎 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直播發現的問題 然後 下一場去調整 就是 感覺自己沒有調整的機會 麵包和小龍蝦 受歡迎其他 誰說其他的不受歡迎啊 我跟你們講其他 那個蝦腳我特別喜歡 對 今天還有一點我不是很高興的說 我特別期待那個蝦腳 那個蝦腳我有很多話要講 但是最後居然差點要忘記上了 為什麼老師要在大貨中 我也覺得 唱歌的頻率有點高了 而且 唱歌這個節奏 本來就是應該 大家覺得 哎 需要唱歌再唱歌 但是今天他們很按腳本來走 然後感覺 什麼時候都在Q唱歌 而且今天突然跟我說要準備八首歌 我有點慌 嗯 對啊 我就真的很喜歡笑笑 多跟stuff聊聊 本來直播就很晚啊 然後明天就回去了 他們直播完 然後講完那些 他們就走了 就 我也而且我也不敢提 嗯 你覺得今天做的怎麼樣 我覺得 可以更好的 但是今天沒有做好 我其實自己是很在意這個的 銷量本來就是不看銷量的 就是看整個狀態 你們懂嗎 開心不起來 我覺得是 我還是很在意這個的 因為畢竟浪財做不好的話 我還是不想給別人說 我就是什麼都做不好 我想做不好 待會做不好 視頻做不好 什麼的 我們不能隨便加外面的人的微信 把你磨的太尖了 我甚至把它玩反的去跳 我後來跟我們這邊的老師說了 因為我們現在請的是外面的培訓機構 我緊張 謝謝巧克力 下次見面聊 所以啊 還有一點就是 我這個星期只有一場直播 就是別人都有兩場直播 如果第二天還有直播的話 我就馬上可以跟斯大夫說 然後第二天我們就直接做調整 就是之前我們 我來一天的時候 那個斯大夫 就是斯大夫跟我們同一 在開會聊天 就是上課的時候就有說 就我們像我們這種比較麻煩的 就是我們不能平凡的持續性的做培訓 這樣子很容易就會忘記 比如說我今天才跟你說完了什麼東西 然後我今天帶了筆記 帶了筆記回來 帶了紙回來 然後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你才能記得很深 可是我 不過確實我這週比較忙 嗯 現在還在杭州 不是 在此之前斯大夫並不知道我有那麼多的事情 很多其他偶像粉絲都看你呢 嗯 下次不知道什麼時候播 我今天還是跟斯大夫提了一下 我說儘快安排我下一次直播 我覺得 我就是覺得 你看其他人 他們說下一次他們還會把剩下的三個人安排直播 然後從這裡再選一個人去直 我說那為什麼 嗯 因為我今天特別是今天播完了之後 我更覺得我需要多一次的直播了 我也覺得我覺得貨品都沒有介紹詳細 然後謝謝獵人叉送的夜碟 謝謝你晚上好 就是我覺得 貨品都還沒有講的詳細 然後就馬上搞下一個 這個也不是重點 但是我就覺得節奏有一點亂了 就是這個唱 就是後來我們老師也講了 說我們這邊這個唱歌的這個節奏 我們不是為了唱歌而唱歌 對 而且我覺得唱歌中間 嗯 對他們肯定也在調整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就覺得他們肯定會調整的 他們已經 他們已經明天就會做即時的調整 比如說今天像 上品的順序的問題 火跳牆和魚頭我覺得吸引力很小 最主要是樣品沒有給到大家 魚頭真的很好吃 但是他那個具體畫素 今天大家覺得我表現得好 主要是因為老師把具體的畫素 都寫下來了 而且我覺得老師的目的性 就是非常明確非常的好 就是他為了培訓我們的節奏 還有我們的畫素 他會把那個節奏用大標題 就是每個點的大標題 用用大標題點出來 就是打出來 然後下面就是一些具體的畫素 我覺得這個真的非常的好 然後讓那個stuff去舉牌 但重點就是在於 以前的直播帶 或stuff都是不舉牌的 我覺得他為這個節奏 自己的把控可能 因為他還要照顧到其他放歌啊 然後上鏈機啊 就是各種事情 所以他自己可能也沒有特別在意 節奏這個東西 而且他可能隨手一放那個紙啊 因為要重複用的嘛 所以就有點找不到 對對對就是 對我覺得是有這就是對 光培訓主播都是沒有培訓stuff 嗯太忙了 畫素也還是很重要的 晚安好夢 對就是應該要趁熱答題 對我知道他們唱歌就是想吸引人 然後想要留人 但是今天很多時候就是為了流程去唱歌 嗯 但是今天我今天就吃了兩個小龍蝦 然後老師就過來跟我說少吃 嗯 所以我後面都不太敢吃實際上 王冰冰 虎鋪 虎鋪又是什麼東西啊 所以我今天用吉利根老師要求了 要第二次直播 因為我覺得就是這種東西就是真的 就是培訓也是要練出來的 不主要是因為吃東西的話 就沒有辦法跟大家一直講 而且可能之前是因為 嗯 我跟那個stuff說 我需要多講一點話 就是他很容易意義激動 就想要畫什麼的 所以他這次 這次 助理小姐姐講話就講很少 感覺有時候我需要他講話的時候 對他有說中間 他後來結束有說 因為 嗯 我們以後都是要自己做個人直播的 就是 自己一個人開播的 所以他就 有時候看我沒有講 就是講講不了了 他也沒有接話 就是想著還是讓我自己去解決 嗯 對 是需要模糊了 下週不會很忙吧 他肯定是有配合的 對這週很忙 對這週很忙 所以我一開始也沒有要 也沒有直接跟老師要求說 我為什麼只有一場直播 因為我很怕老師到時候給我安排了 結果我又很激累的跟他很激車的跟他說 啊那是我這週很忙哦 所以其實我也播不兩兩場 這樣我是不是很激累 很事兒 嗯 怎麼了 冰冰什麼 對啊 所以我這次就沒有提 但是我就 所以我就播完了以後 不是也 其實我今天開播的時候 開播之前我有提我說 我說老師為什麼 就是我只有一場直播呀 但其實我還是很開心的 因為 嗯 他們 就是作為第一批 第一批就是過來磨合培訓的成員 但是我只有一次 我明明聽說過 你們也注意到美加 但是我覺得就是吃東西的話 就這種還是不要做美加 嗯 我覺得是我最近心態的問題吧 謝謝 謝謝你的玫瑰花 謝謝你的玫瑰花 但是 反正可能是我的問題吧 反正我覺得今天還可以做得更好的 但是 就是 而且我真的 我真的很怕 萬一我想提又不敢提 我也很怕最後的評價不好 因為現在就是 大家在你 大家在爭取名額的時候 我 我後來跟我們這邊的老師提了 就不知道我們老師怎麼怎麼跟 會不會跟那邊的人說會不會提 嗯 小龍蝦看著好餐 那些東西都是真的好吃的 但是 因為怕打亂了說話的節奏啊什麼的 所以 直播的老師就教我們少吃 謝謝玫瑰包 但是還是很專業的 可是我沒有辦法就是 因為我們是不能加外面的人的微信的 因為其實好像說我們也是 又是合作關係也是競爭關係 所以 可能很怕把我們這邊人挖走 但是 是 我已經跟這邊的老師提了 但是那邊的我沒有提 因為 不過今天培訓的目的肯定是達到了的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專業了很多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專業了很多 但是感覺就沒有怎麼跟大家聊 要不我叫口紅了 我是來拼聊 我是來拼聊 我是來拼 我覺得我今天很拼 我今天嗓子都說癢了 我已經 嗓子都說癢了 嗓子都說癢了 不知道吧 不知道吧 我覺得如果我提了的話 因為我本來就缺培訓 我覺得可能是自己沒有做到沒有做好 就是不知道別人會不會覺得 是 是 為什麼別人可以 你不可以這樣子 不得不拼啊 都是自己選的路嗎 肯定要盡力 反正我今天就覺得很不得救 沒有這是專業的團隊 運動會前 我希望老師下周能幫我安排待會直播 而且我也很希望最佳拍檔能進 然後我們在24號就是再給大家表演 嗯 嗯 要溝通嗎 可是 今天下播了之後 我以為他們會跟我講些什麼 然後他們 也沒有他們對我也很客氣 然後感覺我都說了 感覺他們 感覺他 那個 就是 這邊 杭州的老師 跟我講話的時候都沒有看 都不怎麼看我 是因為我沒有看他嗎 嗯 就是 我看他了呀 就是 嗯 就是缺客了 就上次因為公演提前回來了 然後缺客了 感覺有一點 但是也覺得蠻幸運的吧 就像之前也蠻幸運的 明明 明明在那個 嗯 十一前也是缺客了 但是老師還是給我安排了 多三天的首秀直播 所以我還是很開心的 嗯 就是這一次也覺得蠻幸運的吧 就是明明也缺客了 但是老師還是把我放在了 就是這邊的老師還是把我放在第一波去 培訓 嗯 嗯 但是就是 但是明天沒有了 我一大早就要回去了 我要排練 然後 就是真的沒有辦法跟他們溝通 沒有 也沒有微信也不敢溝通 所以我剛剛就跟我們這邊的老師講了 不知道我們這邊老師會不會 可以是自己先提出有什麼不足 問問他們有什麼意見 對啊就是今天是 因為上一次上一次我們直播了一個小時 像他們之前的話 之前的話都播了三四次的 就是有跟斯大夫就是磨合調整 但是我們直播了一次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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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一次跟我說 其實這一次已經 就是不是調整磨合 就是 但是對我來說 這相當於這是第一次直播 對吧 所以我很需要再來 就是很需要再鞏固一下 或者是說要調整一下 所以連續直播兩天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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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真的會有沒長度看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這種感覺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這種感覺 就是我也很想努力 但是 剛剛手機沒電了 然後彈幕都清空了 不知道說什麼 忘記我要說什麼 感覺我剛剛還有一些話沒有回答 嗯 今天一個人今天也不是一個人穿啊 今天 嗯 我們stuff也都是專業的 然後 老師也給了非常具體和準備的話說 就是 第一就是我沒有連著兩場的直播 上一次也缺了培訓 感覺跟大家熟悉 熟悉度還不夠 哦 不是說 不是說如果自己有什麼 可以試試自己有什麼不足 然後可以先提 然後跟stuff講 可是我們接觸的時間 根本就不夠多 我也沒有辦法跟大家提 比如說如果明天我還有直播的話 我今天就可以講我今天的問題 明天可以對我做出調整 但是明天做出的調整 是對阿庫瑪的 就是我跟阿庫瑪又不一樣 今天如何八個月很容易認識你 你是說今天認識我嗎 你知道我叫什麼嗎 強大 愛笑的女孩運氣才會好 才不是呢 天天笑 這幾天運氣可差了 我沒有老師說 我哪有老師哭 你有天天看我直播嗎 說我老師哭 我直播一百次哭了幾次 你說 我說了我後來跟老師提了呀 但是我本來就也不是很熟 感覺 我也不想給別人什麼大拍的 就是我感覺自己也沒有什麼底氣吧 那我就是委屈啊 我今天就是因為聽了老師的意見 老師說因為要培訓我們的節奏 因為覺得我們節奏不夠好 要培訓我們的節奏 所以我們一定要看著那個提示板來 可是我今天 就是提示板 有的時候就是他太忙了 他沒有辦法顧及到那麼多 然後今天在下播的時候我就問 我也有問就是是不是需要兩個人 就是可能有點顧及不來 就什麼時候舉辦什麼的 然後那個老師說不用一個人就可以了 不是的哦 他們他們可能是會決定我們那個的 我會記下來的我下次會說的 但是我還是覺得很憋屈 就只有一次直播 表現的機會也沒有 而且我真的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太聽話了 就是有時候我就在想怎麼還不換 怎麼還不換 我覺得節奏有點不對了 就老師就是看看小助理姐姐也在提醒他要換了 有時候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唱歌的節奏我覺得也不對 就 看你整個的狀態啊 對啊後來今天他們也做了調整 就是說把那個爆款還有那個優惠款 就是那個秒殺款 就給他先掛鏈接唱完歌以後再下 對啊確實不說都不知道啊 就是不說大家都不知道我其實 很慌然後也很累 今天呢是專業的但是我就是覺得 嗯他們是專業的但是要我們是非專業的 所以要把我們培訓成專業的 所以他們可能也在磨合調整 我覺得老師不怎麼敢對我評價 他今天跟我講的話可能都不超過兩三句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不太熟 然後在開播前也沒有怎麼問他問題吧 因為我覺得老師準備的很全面啊 都沒有什麼問題準備 不行 因為老師在那時候也說 就說 就說如果他沒有換牌子就說明我講的不夠 就說明我講的不夠 然後嗯今天老師有提說 如果需要回答問題的話 他們要舉那個回答粉絲問題 然後他們又說 他們說今天我今天我的彈幕沒有什麼回答 就是沒有什麼 嗯 問關於產品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舉牌撒布彈幕語 今天感覺 就我 就我一個人全身關注 好難受 好難受 嗯 晚安 也不是 我 不要去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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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去罵 我以後還要在這裡呆的 這個 我現在 真的也是小心翼 他們小心翼 我也小心翼 不是可以提問題了 下次能見面了我再提 就是畢竟 對呀 我都說了這一次也是我這一次是不 所以如果有什麼 槍打出頭娘 知不知道 就是對呀 所以我下一次直播前 我們會把問題記下 下一次直播前 希望可以盡快吧 然後再跟他們講 然後 然後下一次 但是你們也不要去說這些 就是我也沒有什麼底氣 就是畢竟也不是什麼大主 也不是什麼大轟人 我也沒有什麼底氣 所以 就直接跟他們說 我覺得你不怎麼樣怎麼樣 不是新的 所以 其實我會這樣想 都是 都是昨天的stuff 但是我會這樣想 就是 就是如果 你沒有那麼專心的配合我 或者是怎麼樣的 啊 我就會覺得你是不是對我有意見 而且 說相處和認識的話 別人 別人接下來的這幾天直播也都是 那幾個stuff 在跟的 他們的交流接觸 肯定要跟那邊公司 還有老師那邊交流接觸要更多 到最後 可能都是不站我這邊的 所以我不能提太多的東西 不是迪斯尼的那個 我也沒有怪任何人的意思啊 因為大家都是在幫我們培訓 是會每次的吧 就是看綜合 銷量只是一部分 銷量只是一部分 他會看整體主播的狀態啊 還有之類的 我知道我只是會這樣想而已 所以我自己也不太敢提 萬一呢 我還是很珍惜這個機會 因為今天在直播間裡面 就只有三個人 沒有其他的 今天很開心 就是大家都很配合我 就是很幸運有大家 也不是因為有大家的話 我可能播到一半 但我就有點 躲不下去了 我覺得 肯定是我最近狀態的原因吧 最近事情太多了 所以我有點焦慮 但是 我覺得這些問題 也都是真實存在的 我會想辦法解決的 但是我心裡面真的有點不得勁 嗯 而且 而且 他們明天要投放了 然後今天 沒有投 我就覺得 但是老師今天說 是因為之前的款沒有播下來 好吧 我就是一個很敏感的人 對 對 我也是怕我忘記了 我就跟你們講一下 你們可不可以幫我分析一下 而且剛剛也說了 如果我不說的話 可能你們都沒看出來 也不知道 嗯 有時候就是這樣 不說的話 就是 不知道 頭髮是什麼意思 頭髮就是 買流量 好 我後面有拍照 今天就循環幾個帶太難了 今天後面有品 甚至都差點忘記上了 他們沒過的話 不是說的7點到24點嗎 但是24點 嗯 而且 而且是這樣子的 今天 我本來都不知道明天要投放的 今天就是 你們知道嗎 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很有落差感 就是一件事情還好 兩件事情也好 就很多事情加起來 就會讓我覺得很有落差感 就是明天的播的是有投放的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那個老師跟 跟 跟阿姑媽說 明天你就早一點過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另一個賬號 就是沒有粉絲的賬號 先試播 對 因為明天晚上是要投放的 然後巴拉巴拉巴拉 然後一聽 明天是要投放的 而且還可以提前試播 我今天這個感覺就是 我本來上課培訓就少 然後感覺就是 就是 我不說了 懂的都懂 嗯 今天沒有頭髮 說出來的時候 感覺學學也可以更好思考一下 說什麼意思 我知道不是針對我就是 說了很多這些事 但是 王菲妍 我剛 王菲妍 他也是直播了兩場的 就今天晚上直播完 問題我們第二天就可以反饋 而且 我今天 為什麼晚開了半個小時 是因為 就是我們排練用了 十幾分鐘的時間吧 但是我們在排練之前 他去找的 就是在我們跟我們說明天 就是早一點過去 他們現在其他地方識破 但是我也沒有 我也不是覺得是有針對了 怎麼會針對呢 如果是針對的話 也不會把我安排在第一批了 第一批了 就直接不給我安排 安排其他人也是可以的 我倒也不是覺得針對了 就是 我還是蠻幸運的 我不走這樣 而且今天老師也解釋了 沒有投放是因為價錢沒下來 我也是今天開玩笑 我說 我今天又是開玩笑 我說 老師 為什麼我只安排在一場 就是別人都有兩場 我只有一場 然後他說 那我問一下 我說 對呀 這樣子我覺得我 虧大了 如果 不把我安排上的話 我就 在直播裡面哭 然後老師就說去問問 然後結果第二次再去的時候 那邊的老師呢 就說明天要投放的事情 我心裡面 落差一下子就更上來了 然後 不是因為我這週朵行程安排 不是哦 不是因為這週朵行程安排 他們根本不知道我什麼行程安排 因為本來安排我的是 22號還是23號直播的 我當時說的是 因為我肯定要排練還有彩排 所以我要提前一點 就21號吧 我還進行了調整 但是我也只有一天 嗯 難道不應該在意嗎 我要是沒了量才你陪我 對呀 而且我就一場邊有頭放呀 我就是覺得我什麼都沒有 不是因為我行程安排的問題 才給我放一場的 然後我今天就跟老師說 所以 因為我現在 我今天特別是今天播完之後 我也只是 就是半開玩笑跟他說 希望可以多給我安排一場 然後 然後到頭放的時候 我又開玩笑跟他說 老師 為什麼明天 所以我們今天是不投放的 對嗎 然後他就說 對今天是不投放的 就是我跟我們這邊的老師說 然後我說 哼 你們偏心 然後他就說 昨天網犯演的也沒有投放呀 只是因為 嗯 款項沒有下來而已 這個理由我是接受的了 就是 嗯 但是 比如說 像 明天呢 都還會有 試播的這個 環節 你們懂吧 嗯 就另外一個帳號 試播的環節 就是各種事情加在一起 而且我今天直播完了之後 我就跟老師說 我覺得非常有必要 就是 多給我安排一場直播 你不可能說 哦 下一周不給我安排了 下一周不給我安排了 你就安排剩下的 另外幾個人 然後從他就是對吧 又給我隔一周 那我一下又全 本來這種事情 就是要頻繁來 頻繁培訓的 不然全部都忘記了 他們自己也說 所以我很快就會忘記了呀 大家都是兩場直播 就是這場不完了 然後第二場馬上調整鞏固 然後我又是隔了一周的 隔了一周都有點問題了 更何況隔兩周 我今天晚上就正宗的表達了 我說 嗯 本來我也覺得 我就是把今天跟你們說的話 也跟導師說了一遍 我說 本來我之前就覺得 自己是第一批 我也覺得挺開心的 雖然說 不是表現的最好的 但是 嗯能放在第一批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說明表現的也不是太差 嗯 但是我今天播完了之後 我還是覺得很有必要 下一周再播一場 對 因為本來也是需要鞏固的 嗯 本來也是要鞏固的 而且有什麼東西就是要調整的 對 我今天有個老師說了 但是有沒有跟我安排 他說 他說啊 因為是那邊調整的 我到時候問一下吧 他說 我說的 確實 也有 也在裡 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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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的什麼呀 所以他還是為什麼解釋你去有一場 因為一個星期只有一七天了 下一次安排出來了 我肯定會再問的 我說為什麼不給我再安排多一場 那如果他們沒有跟我安排呢 對 對呀 等結果 今天就買了麵包 因為在宿舍沒有冰箱沒有廚房 我 我拿了小琴的冰箱 約小琴搬上去了 上面有冰箱了 我就把他的冰箱拿回來 晚安 正常委屈 嗯 嗯 就是應該在意的 怎麼可能不在意呢 而且我就是對 而且 而且 這個說真的其實就是我的事情 對呀 而且我跟他說其實 因為我跟你們說 其實我下週本來打算回家的 因為我不是新年沒有回家嗎 然後我就 剛剛我跟老師說 嗯 就是我跟老師說本來我 下週本來 我想回家的 但是現在看了這個情況 我覺得迫在眉睫 我下週就不回家了 嗯 然後說到宿舍這個事情 哎呀 今天老師我才昨天才剛跟你們分享完我裝修的房間 就是昨天 就是昨天 嗯 老師姐姐說 你現在小高是不是已經搬上去了呀 我說小高沒有搬上去啊 他說啊沒有啊 就是 嗯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現在是一個人住了 要不要和周倩玉一起住呀 然後要把那個房間騰出來 我說為什麼要不能一個人住嗎 然後他說 他說的 你現在 嗯 這肯定是不行的呀 那時候十六七來就沒有地方住了呀 你現在可以 先住一住 但是你要提前考慮啊 不能到時候就沒有辦法 小高現在去三樓了 對啊 我就是越想越不得勁 你們知道這種感覺嗎 就是我覺得本來大家都是剛開始 而且我培訓本來就少了 但是你不能因為 也不說不能因為我培訓少 就是 但是我覺得大家表現的機會都應該是要平 本來我也少了幾場試直播的機會 我覺得就應該 多磨合一下 三樓房間本來就是要好 對 真的非常運氣 真的非常不好 三樓 三樓的各種情況都是要比二樓要好的 所以如果就算我要住 兩人間我也要求要搬到三樓 不是小高為啥不想和我住了 我們房間本來就很小 我們房間本來就很小 兩個人住根本下不了腳 小高現在也還是可以和二三零睡啊 我雖然 把之前我們的 我跟你們講 之前我們的床是 90厘米的 就是一米都不到 我們兩個床特別的小 但是因為 嗯 特別的小 但是 但是我把那兩張床搬出去了 搬了一張一米二的床回來 至少一米二的床回來 我們可以兩個人睡 兩個人睡一張床 空間也看的大了很多 現在小高其實就是在 和朋友的房間睡啊 他就是和小琴在一起的 對啊 就是大人間的面積 所以不要 不要這樣說 小高不是不想和我住了 是我們房間本來就太小 之前我們也有商量過 要是其中有一個人呢 搬去三樓 或者是我們兩個人 都搬去三樓 都是更好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給自己要求還大人 而且我們那個房間真的很小很小 我現在稍微把東西收拾空了一點 但是還是沒有地方放 你們看我的衣服們 都是堆在我的桌子裡下的 哎呀 手機又沒電了 我去問阿库馬這個充電器 我忘記在充電器了今天 對呀 幸好我還沒有買櫃子 什麼的 真的是白收拾了 而且我跟小青都還沒有排練 老師突然通知我們說 二十二號就要去排練了 阿库馬就是那個小姐姐嗎 那個小姐姐 不是阿库馬是周千日啊 阿库馬是周千日啊 我希望大家不要覺得我很煩 感覺一直在給大家傳遞負能量 我今天也有跟大家說開心的事情了 確實也有開心的事情 但是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講開心的事情的時候 都是愁眉苦臉的 晚安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我煩 三個我們對著 三個我們對著 還不錯 而且我確實也不懂 今晚一次也沒笑過 我今天都在直播間笑完了 今天 就是我一直 在努力保持我的笑容 告訴自己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然後也不要不要樂觸 也不要面露難色 其實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就經常做監製 我會周末去當服務員什麼的 以前我在珠海 真的我跟你們講服務業 特別是服務員 就是這種服務業 特別能鍛鍊人的 心智和意志 我當時 對 在珠海的時候 有一家叫 金月軒的 如果大家 海鮮酒駕那邊 但如果 有空的話 一定要自己去吃 因為真的很好吃 然後我在那一排的那個海鮮酒駕 好像金月軒也去了吧 對對對 就在那邊打工 對周末工的那種 然後一天就150塊好像是 嗯 而且包餐特別好吃 特別好吃 當時都不好吃 胖了 工作餐特別特別下飯 我今天 我今天下播完了之後 自己不開心了很久 然後 那個小助理姐姐還問我要不要吃東西 我說不吃了 他說我 我說我剛吃了一個紫米麵包了 他說要保持身材什麼 他說昨天下播了之後 他跟王芬妍都把一整盆直接蓋完 是因為我心態有 就是 也不是心態 心情有點不太好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講都在想 然後今天晚上整個過程都 都是 也不是想哭吧 就是 也沒有什麼想哭的 就是覺得 心裡面很 對小姐姐和我關係是挺不錯的 嗯 不高興的話直播和我們聊天也可以的 我就是怕像今天這樣 我就是我 我覺得我可能 對有點 比如說想講開心的事情的時候 剛剛不是有人說我都沒有 感覺我講開心的事情並不是開心 對 就一個人在歐氣 今天有啥想哭的 我就是覺得今天還是很不得交 很不開心 免費試吃 其實今天也就吃了 小龍蝦 還有自米麵包 自米麵包是最後才吃的 才不是緊張 早點睡了不要多想 我12點才開始直播的有沒有 感覺你一直在壓抑自己 所以我現在嘗試跟大家說 但是我也有點怕大家煩 你說了哪一句我不理你 總是我不理你 你煩不煩呀 你來看我直播了嗎 嗯 嗯 希望吧 直上就是這樣 明天還在加班到外面到兩點 然後趕飛機 半夜兩點還有飛機嗎 但是我有點怕結果出來了 不知道怎麼解決 大家都很穩 穩定的跟我發大目的都有理道 沒有這些理肺 你不要亂帶錢 收錢 木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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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阿库马睡了 怎么办 我没有 我没有移动 我没有掉了 最近看我的人多了 谢谢 谢谢巧克力 早上七点到上海的事情做 你真的好辛苦啊 真的好辛苦啊 你抓紧时间多休息吧 那你还不睡觉 老是处 不过我也睡 很久都没有睡觉了 今天差点睡过头 我现在去把阿库马尝心怎么办 谢谢巧克力 之前的图片 哪个之前的图片 早晚安了 我等等可能会 关机 你给你朋友看你拍的视频好看吗 可能因为这边没有生气吧 谢谢夸奖 我现在在杭州啊 你 这怎么可能是我的房间啊 快关注关注我 我今天出门太着急了 爱上你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嗯 是兔子的 哪有时间出去惯啊 今天甚至都没来得及 演练 谢谢员 谢谢员 本来觉得睡不着 还可以翻翻拍 对 今天唱歌的节奏 我感觉也不对 而且有点 嗯 不行有点多 谢谢 我们不在酒店了 谢谢员 帮 对 幸福我之前 就今天突然跟我准备 说 准备八首歌 不辛苦 后悔怎么办 不努力一点 要是没有人 然后失败了怎么办 他浪费没啥 他们说这个 他们不行 不能唱浪费 要准备很多换快的歌 我换快的歌 其实不懂 都是我的竞争对手 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我没有办法 都是存在的压力 吃饭了也没事的 不行哦 我觉得不可以 吃饭 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走 没有时间休息啊 你们看我哪里有休息的时间 我也不想必要 所以我才说 我是不是太贪心了 你们看我最近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就是觉得 我是有安慰过自己的 我一直都有安慰自己 四五年了 我都在安慰自己 但是 安慰到现在已经没有可以安慰的话 带带大学生 我哪有时间放松心去啊 事情真的没完 咱们会以后 像目标是什么呀 对呀 我也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也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啊 我也想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啊,我连轻翻牌的时间都没有 我前些天好不容易才追上 结果现在又偷了两天 那今天再多一个开心的点吧 就是今天确实表现的还不错 因为你们都没有看出来 原来我们看一下 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 但是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 要是明天我有直播,我都觉得还好一点 今天节奏不好 我就觉得今天长得还可以吧 今天的话就算 那边 觉得出现了一点问题 但是自己也没有表现 也没有灭露蓝色 整体的状态看上去也可以 三个,没有三个 长远都看了 哎呀,我就是觉得今天要我听话 但是我又觉得 不然就是今天觉得不得交 太不得交 太多事情交在一起 好吧 我下波了,我去找找 Akuma的充电机 我亲手亲交一点 这是要淘汰的很多 而且我本来 机会表现的就少 说不定 然后会没有 我不觉得我比谁好 我不觉得我比谁好 我比你家几好 好吧 你要真这么温 那我肯定说 那我肯定说 我比你家几好 不浪就不浪浪 才有什么好的 我本来就是 没路可走了 没路可走了 画路走 你现在跟我说我浪才做不好 那我有什么做的好的 你们懂不懂 我的心情 对啊 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 没有比别人好 嗯 嗯 算了 怎么会知道啊 这个时候还是要看几个月来的 但是低音像是很难扭转的 因为以前都没有什么人夸我好 就是被打野过来的 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好的时候 好 跳下能够过得到的目标 我们有什么目标可以过得到 我以前是怎么相信的 可能不好 好 我觉得没有办法相信自己 我觉得我以前倒是蛮自信的 灯顶了 灯顶了 摧毁信心其实没那么容易 但是要建立信心也是最不容易的吧 我很努力的在做好眼前的事情了 也很努力积极争取了 但是还是没有做好的时候就是 就是觉得还是没有做好的时候 这才是最让人绝望的 没有没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没有关系 你不用在意这个 我还是很很理解大家的 很正常 很正常 不不精彩各有所爱 而且小琴确实很漂亮很可爱 就是努力还做不好 公园结束唱歌 公园结束唱歌还有挺有信心的 可能还是氛围比较好 可能还是氛围比较好 我现在已经分不清楚自己什么菜是做的好 什么菜是做的不好 那个那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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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看什么 我现在看什么 你试试 我现在看什么 哎 我又想去按摩 谢谢远方 我下相了 下播 真的 谢谢 谢谢你给我铁子 开心的事 那我们今天再把开心的事提一遍吧 今天 对啊 今天黑眼圈 今天黑眼圈的车 都觉得都有一个小时了 都还是没给它遮住 然后来这边又把它擦掉 重新又再画了一次 它稍微好了一点 今天有开心的事情了 可能是因为喝了咖啡 可能是因为灯光什么的 就各种都做得很好 所以今天很好看哦 谢谢小琴的画家送的99个音乐吧 所以今天 嗯 抖音里面可以说是我 是我 那么多次用手机直播以来 最好看的一次 我觉得 是下午喝的咖啡 要注意多休息 没有时间休息 我真的没有时间 然后 还有开心的事情 大家在直播间陪我 大家在直播间陪我 很配合我 然后给我撑起了唱字 觉得自己很有面子 所以的话 谢谢大家 今天 最大的开心 就是大家给的 还有就是没有做过战 没有做过战 嗯 那我没有想要今天直播 那么晚 啊 啊 美 抖音的美颜直播不适合我 那你这么说我都不敢去看回放 谢谢元宝 嗯 我今天睡睡日记 好了我真的要下播了 我可能等等找不到了 我上次不行 拜拜 晚安 谢谢巧克力 晚安 好梦 他就是很丑了 嗯 拜拜 我今天抖音直播都在笑 我现在哪里好看 嗯 拜拜 好梦 好了我真的要减肥了 我一定会成为大明星的 拜拜 没看就是你的问题了 我已经都笑了好几个小时了 我今天就笑了三四个小时了 这个我才播了一个半小时 拜拜 拜拜 不够瘦 不要特别瘦 才会好看 但是在这样下去我连公演都没得上了 这也才是让我很焦虑的 我一直也都很 我一直也都争取积极上公演的 我会的瘦了会很漂亮 嗯 为什么 哦 今天还有个好消息 我生蛋的时间 今天老师找我 今天姐姐找我安排了 在我没有店之前跟大家再说一下 嗯 6月5号 这这儿还是之前的 6月5号 我怎么可能带H 我是Z队的 而且在上海没有进圈的可以半生蛋吗 你们在开什么国际玩笑 嗯 八班 在八班 对 回广州班 挺好的 这样也有时间准备 嗯 嗯 就是差点都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对啊 刚刚不是说吗 对啊 在这样的校区 我连公演都上不了 因为没有站位啊 我现在 就是一个 没有站位的状态 然后我在H队 也就是代义的而已 八班 就 就是有很多特 我也没有名字 但是我一个是大义 一个我觉得已经是TIP的状态了 我已经 我时间已经定下了 我就提前跟老师说看一下能有几个 我 我又很舍不得 帮着我的大交友 六月八早 嗯 回复对质公演 那我们对目前站位安排也是没有我的 我来H多久了 我10月份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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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